新生儿的大便呢 一般正常的孩子大多数是4到5次的样子 这个是大多数孩子的情况 那么有一些像吃母乳的孩子 他可能大便的次数就更多一些 有的甚至到7、8次 有一些吃奶粉的孩子 他可能一天只拉一两次 甚至隔一天才拉一次 像这种情况都是有的 不管他拉的次数多少 只要他的性状是正常的 也没有不舒服 没有哭闹 我们就没有必要过度紧张 只要大便性状正常 次数我们没有必要太过于纠结 如果大便过于膝 或者是大便里面有一些粘液 或者是血丝 像这种情况的话 不管他次数多少 我们都还是要去医院就诊 如果大便次数比较偏多一些 我们要观察他的性状 如果太稀了 或者是里面有一些粘液 血丝这些 我们就要进行关注了 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拉肚子了 但是如果性状是正常的护状变 他精神也OK 就没有必要过度紧张 如果大便次数少呢 我们要看是不是给他吃饱了 那么我们来判断他是否吃饱了 就看他的尿量 如果尿量是正常的 颜色也正常的 就证明他是吃饱了 只是他大便可能排的 没有像别的孩子那么频繁 如果尿黄尿少 那大便次数也少 我们就要考虑 是不是没给他吃饱